哈喽,每日都更新的娟娟来了,张文艺和王楚然重要的古装剧《柳洲记》解决后依然话题不断 这部古装剧角色众多,而且还隐藏了不少鼠面孔 像是长相思仿风翼影到了柳洲记继续使坏 更隐藏三生三世枕上书,清清日常和坠续的古装美人 许多配角的颜值都很高呢 以下古装剧《柳洲记》九位陆剧演员穿时装 男主张文艺只排第七,一起来看看吧 柳洲记九位陆剧演员穿时装《他不久》 徐晓诺饰盖玉饶 徐晓诺在柳洲记饰演配角盖玉饶 她其实已经小有辨识度的网剧演员,古装扮相也很美 徐晓诺之前曾主演挺宠剧《大约是爱,拜托请你爱我》 两部剧的话题度都不小 还在演戏攻略的姊妹片《金之玉燕》 饰演心机女斯婉格格 今年开始会演一些短剧的女主角 曾主演戏精女主《桃花多》,见好就收等剧 柳洲记九位陆剧演员穿时装《他不八》 赖翼饰演崔行迪 柳洲记崔行迪是崔行舟的哥哥 他看着和善,爱护亲人 实际上抑制极度崔行舟 是剧中让人影响不到的反派大boss 大家对演员赖翼印象最深刻的 就是三生三世势力桃花大师兄蝶峰 他和张彬彬,高伟光,张云龙 并称嘉行传媒四帅 早年都是杨幂剧中的常客 而赖翼始终演配角 像是扶摇,烈火如歌等等 他的古装扮相不是特别出圈 时装好像更帅一点 柳洲记九位陆剧演员穿时装 TOP7,张婉翼饰演崔行舟 大家应该都是追长相思 或柳洲记才认识张婉翼的吧 张婉翼其实是正剧出身的影员 2021年在革命剧觉醒年代 靠着精湛的演技获得关注 还有在乔家的儿女 饰演男配乔二强 虽然不是主角 但角色备受观众喜爱 去年播出和郭涛的正剧 父辈的荣耀 收拾口碑热度全面好评 和郑玉龙主演的医疗职业剧 非凡医者 以及和孙怡的 我知道我爱你 都是现代剧 让他开始 接古装的契机 则是之前在古临纳渣的 风起霓裳演一个男恩号粉 嗨 媳妇很少 却因为超级大感的眼神 演技而出圈 这之后才开始接古装剧 坦白说 张婉一的时装不出彩 不是典型的肤白 花美男帅哥 但演古装剧 气质和神韵都特别好 今年长相思柳洲记 连续两部古装剧 让张婉一人气窜身 好续张婉一代播的 也都是古装剧 有和人敏的景秀安宁 以及和景田的四景 柳洲记 九位陆剧演员穿时装 Top6 黄灿灿 饰演孙云二 黄灿灿在长相思 刚演完恶毒女配 又到柳洲记继续使坏 大家有认出来吗 柳洲记是孙云二的演员 和长相思仿风音音 是同一位呢 黄灿灿其实是很有名的 网红转型演员 和吴倩都被称作五大笑话 是网络上有名的校园女神 今年黄灿灿开始转型当演员 在电影版泡沫之下 饰影夏末 并参与过《我的莫格丽男孩》 演杨子的闺蜜 《猎人心上》饰演苏南南 还和肖战合作过《斗罗大陆》 饰演神秘莫测的反派 胡烈娜 但这些角色都没让她大火 是直到长相思开始 才渐渐作为演员被记住 今年蒋龙碧文俊转的《时光代理人》里 她也是重要配角 演一个被教授性侵的研究生 剧中表现也是被观众大赞 还有赵丽颖与凤行中的《明书仙子》 《人家伦烈业》里的名月都是她 接下来她也将出现在 张灵鹤徐若寒传的《爱妮》中 柳洲季 久位陆剧影员穿时装 踏步舞袁宇轩 饰演皇后石雪季 至于柳洲季 也有不少观众喜欢帝后CP 萌萌的赤虎皇后超级可爱 而演员袁宇轩 其实是迪迪热霸的后辈 同样来自家型传媒经纪公司 袁宇轩先后在《烈火如歌》 和《三生三世》《镇上书》 都给迪迪热霸作配 《烈火如歌》里演热霸的侍女 表现也很讨喜 大家比较有印象的 应该是《镇上书》 《成玉元军》 不要看柳洲季 皇后脸圆圆的 没什么攻击性 其实袁宇轩是 170公分的长腿美女呢 接下来她也将出现在 高尾光 轩露主演的代播剧 《直此江湖梦》中 柳洲季 久位陆剧影员穿时装 Top4 曹熙月饰演莲瑞兰 曹熙月在柳洲季 饰演莲瑞兰 她也是个古装美人 曹熙月之前 在《楚桥传》 饰演锦竹 为人熟知 后续还演过 长歌型的《咪咪古丽》 坠续 袁锦儿 和莲花楼的云娇 曹熙月出现在 不少古装大剧演女配 光是今年暑期档 就出现在柳洲季 《四海冲鸣》 和《少年白马醉春风》 三部古装剧 大家追剧的时候 有扔出她吗 她古装真的很美 时装也好看 柳洲季 九位陆剧演员 穿时装 Top3 刘令兹 饰演贺珍 柳洲季 女配贺珍的讨论度 也很高 刘令兹是选秀节目 《青春有你2》出身 她先前养过 清清日常的 园英郡主 今年在张玲赫 景田主演的 《四海冲鸣》里 也客串出演 就是《四海冲鸣》里 姬阳跟小狐狸 阴眼男扮女装 进入会谷的那场戏 扮演女版激扬的 就是刘令兹 她也凭借高浪傲娇的气质 跟冷艳高洁的长相 成功出圈 登上《四海冲鸣》 女版激扬 张玲赫 报告刘令兹等 不少观众都称赞 刘令兹穿古装 意外很有古韵 而刘令兹也是一位 隐藏腿筋 她有172公分 戏外和王楚然同框 完全没被比下去 两位美女腿都超长 柳洲季 怎么全员都是大长腿 之后刘令兹 还会出现在白鹿和敖瑞鹏 领衔主演的 白月范馨 以及刘学义和孟子义 领衔主演的 《桃花印江山》中 都是古装剧呢 柳洲季 九位陆剧演员 穿时装 TOP2 常华森 饰演紫鱼 柳洲季男二 紫鱼很帅 近年 常华森参演 《一年观山》 和柳洲季等古装剧 都被称赞 帅国男主角 常华森是选秀节目 《青春有你》 第三季出身 转型后 当演员后 古装扮相很受好评 让他窜起来的 就是去年 《一年观山》 李南三 李同光 和柳世世不是官配 但CP张力拉满 别看常华森 剧中老是演 有点腐黑病骄 还爱而不得的角色 其实现实物中的性格 就是阳光快乐小狗 很爱笑 也很爱分享生活 柳洲季之后 常华森接下来 将会出现在 古装剧 《白月范馨》 演白鹿的男二 《暗和传》 演龚俊的男二 还客创了成衣 《狐牙小虎娘》 王群片 饰演妖皇大人 范云飞 他是被不少网友 看好的男演员 换回时装 很有少年感 柳洲季 久位陆剧演员 穿时装 Top1 王楚然 饰演柳棉堂 大家追柳棉堂 都被王楚然美翻了 王楚然自清平月后 就成为古装扮相 很受认可的小花 他的古装和时装 都很美呢 不止清平月 那种华丽贵妃的扮相 柳洲季 清淡的夫人造型 清雨年花魁造型 都很能衬托他的美 但其实王楚然 穿时装 也是个大美人 陆剧 许多久后小花 常常被网友吐槽 颜值不出众 但王楚然的颜值高 身材也超好 身高和刘灵兹一样 也是172公分 每次出席红毯 都艳压全场 之前 王楚然曾有一套 红毯造型 引起热议 王楚然曾与迪丽热巴撞伤过 两人曾穿过同款的羽毛裙 虽然不是出席同一场活动 但依旧被网友拿出来比较 而王楚然完全没输呢 底力着巴是公认 红毯超会穿的女性 和热巴创伤很危险 不过 王楚然完美驾驭了这套裙子 后来 杨子杨蜜 也都穿过类似的羽毛裙 几位美女都穿得很美呀 好了 看完以上 刘州季 九位陆剧演员穿时装 男主张文艺 只排第七 对于这个榜单的排名 你有什么想说的吗 快来评论区留言吧